都说下午2点半的客户多了 全是中国供应商的业务员 要么卖配件的 要么是上油供应商 这广交汇 现在明显的感觉 欧美的来的少 那么 非洲 南美 沙特拉伯的这些可能多有 跟着我的镜头 大家看一下 这一届的广交汇 人少得可怜 怎么办呢 你说 最近广交汇爆了个梗出来 叫做广交汇的眼泪 How much To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这看起来是个调侃人的一个段子 但是里面透露着所有做跨境B2B业务的这些商家 或者厂家 内心深深的无奈 这么大的商场 人去楼空 空空荡荡 这里之前可是很繁华的 这么大的电影院 两个人包场 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这实体经济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正在经历我们这一代人 从未曾经历过的 经济大小条 你看这一排排蒙面房 全部糊着 老街道 现在开始下雨了 现在开始下雨了 我他妈觉得活不下去了 现在有点 妈的 3500的工资出个门 一份肠粉 一份肠粉都要15块 牛肉骨条一份20 打底 龙江猪脚饭一份要22 赚着都不够吃了 哎 给大家分享一件事哈 我之前一直以为月入3000是一个网络热梗 直到我今天去了我们学校的招聘会 还没有3000呢 嗯 真的 在家 等了三天三夜的工程款 如果工程款还不下来 我真的会被托死 房子没了 车也没 这次出来如果不能带着钱回去 我也没想过要活着回去吧 我们都在用你的 你们晓不晓得这个无价现在好厉害 这是我家买的东西大坨白产 你看这个白产好多钱钱 三块钱钱 兜了一坨 12块钱 你按照充足的工资来算嘛 都说3000 你想看哎 一个月3000 那一天差不多都是 100块钱钱 对不对吗 买100块钱 我干一天我买了个白产 我吃跑都买不到 我今天去那个 那个龙毛市场都不是超市龙毛市场 没得两块钱你下的菜 全是两块钱你上的菜 我下去那个 有点太公布了吧 房租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这两天下雨带着小孩送外卖也跑不到什么钱 如果再多几天下雨的话 房租都要交不起来 外卖行情一年不如一年 南杭州四年了 很多人都离开了这种城市 而我也进入了离开杭州的倒计时 距离过年还有三个多月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没有人管管武汉的这些稀烂公司啊 好单位在给员工交无限 去死的心都有 还怕什么世界大战爆发 还怕什么地球毁灭 怕这是有钱人呢 我们穷人是能孝顺面对了 太可怕了啊 今年上半年呢 因为债务结束生命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周年了 跳楼的上吊的跳河的 众多的负债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在呢已经是铺天盖地的视频 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负债人破产 扛不住的负债人最终选择了轻生 每次看到这样的视频啊 我的内心都为他们感到惋惜和痛苦 我就想问一下啊 难道真的就没有相关的领导来重视这个事吗 农民都开始起义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决定 这个王朝快要没戏了 你可以把它稍微延长一段时间 但是你想振兴它 可就特别难了 当农民都开始起义的时候 最能够夺得天下的可能未必是农民 但销毁天下的一定是农民 底层人到底现在生活有多难啊 有一个人没有戴头盔 骑着电动车被前面的帽子叔叔拦下来了 要罚款 然后他什么都不说 就把自己手里的钥匙 身份证手机都给了 这个帽子叔叔 自己静止走开了 一直往前走 头也不回 一句话都不说 然后莫子叔叔没办法就骑着他的 小电驴 骑到前面去 把手机 钥匙 身份证 和电动车 都给他 都给他 也没有罚他的款 他自己走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 大清早的 真的挺难受的 上半年死了一批包工头 下半年还得再死一批 上半年这批是啥情况呢 一个是干活干死了的 都是年初没活干 眼看着去年的活收尾也结束了 团队一大帮人 闲着没事赶 于是 迫于不赖 就干了一些电资的工程 结果 说好的进度款 变成了全电资 而且现在 干完了还不知道啥手能付 本来前面的工程款 就要不回 自己已经负债累累 这一下 把自己加杠杆 更是加到了深渊 还有一种 是不干也死了 啥情况呢 就是你想来干点活 搞点拒金费 搞点保证金 年初交钱 到现在还迟迟没动紧 而且钱也要 小姑娘 你不能这样买菜 我的娘了 你不要再掰了 不要再掰了 我们多点生意不容易 你干什么呀 你买个菜要这样买呢 为什么 这么新鲜的菜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这两头多老呀 你看 老我们卖的就是这样的 女王嘞 你看看 你长得年纪轻轻的 长那么漂亮 为什么要这样买菜呢 为什么 你卖十几块钱一斤 我贝 我卖十几块钱一斤 我总要拿过来 都要十一块了 我一斤赚你一块钱 不过分嘛 你能吃就吃 不能吃就不要再买了 好不好 那么加一块钱 给你撑掉好了 你看你给我背掉那么多 你给我加一块钱一斤 我不要了 我卖你给我加